创意比才竟在运通 欢迎收看古奇来点名 那今天大盘呢 又是震荡盘 那我说这个地方呢 它都是小湖震荡 小兵会立大功 大盘整理 但是是多头 那你怎么样去选股 找一些不占指数的 一些中小型股 尤其是法人索马的 一档一档去操作嘛 那包括昨天 这我们昨天的标题对不对 何康生保累掌停了 那今天呢 进整理啊 那就告诉你什么 不要看到涨停去追嘛 你根基要打好 你要在低档 它整理的时候 你买它上去 你就是做教嘛 那你看到涨停去追 今天就经历嘛 昨天何康生很一样啊 他加码锁单对不对 他今天呢 你去追 是不是又没赚到钱 那同样的问题啊 我说你根基要打好嘛 低买对不对 你才是真正的做教嘛 轻轻桑桑 常常要追股票 怎么赚钱 看到涨停了 就去追 我知道很多老师看到涨停就去追 那就写在标题 好像自己有买 那今天没涨呢 就不见了 那何康生我讲多久 我说整个星期呢 那今天呢 我们昨天标题 对不对 写到美食欣欣 这辆人今天有没有涨 继续涨啊 是不是结束去 应该还会涨哦 同样的 整理末端 卡位上去 会不会创新高 有机会啊 一档一档做嘛 像今天星星又上去了啊 是轻轻桑桑桑架 美食今天整理哦 尾盘拉上去 八百多张 我常常说机会都在 那很多股票呢 它涨一天 会拉回或者整理 都是你布局的机会嘛 会不会创新高 那不管怎么样嘛 你在整理的末端 你出手进场呢 你就会坐车嘛 我都说头情 包括何康生 包括全训 包括雷虎 包括宝瑞 都一样嘛 确切实实获利啊 那现阶段怎么操作 涨幅大不大 不大嘛 就这么一点点啊 就这么一点点啊 该涨的股票已经大涨了嘛 所以我说选股不选市啊 对不对 像何康生已经往上涨了啊 91APP也两次涨停了嘛 全信也是大涨一段啊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五月要怎么操作 我再重复讲一遍 我讲一个礼拜了 大盘在五月份 很多投资人 很多老师看均线 月线计线在上面 所以换空 但这个地方不是这样看 因为第二季本来就是整理嘛 那既然是整理盘 他就在这里整理嘛 整理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去看季线 你要看什么 看筹码嘛 看法人筹码 看主力筹码 那弘地埋啊 那你这个地方 结的时候 我说这几天啊 你一路观望 我们已经赚一段了嘛 那目前的走势呢 三月二月都一样嘛 像雷虎 雷虎在二月份 最好的买点啊 那你看到一月大涨 不敢买 那你措施很多机会啊 我说这个地方 不要因为大盘 措施了个股的买点 一月大涨对不对 二月 二月最好的买点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二月嘛 一月大盘大涨对不对 这雷虎啊 雷虎一月没涨啊 二月这里呢 最好的买点出现了嘛 那我们就在这里出手啊 那雷虎我怎么赚到91% 就是从这里 到这里嘛 那这个地方呢 三月底 一样提醒大家 这个地方赚大概四成 这个地方买九成 那跟大盘有什么关系 我说大盘了才嘛 大盘是偏多的 第二季本来就整理 那去年我讲过呢 从第一季开始呢 我们要赚一整年 那第二季本来呢 当初的规划 它就是整理嘛 这第一季对不对 第二季本来就整理啊 支撑在哪里 在这一个缺口这里嘛 第三季 第四季嘛 第四季才是今年的高点嘛 所以我说我要赚一整年 第一季我印证了嘛 那第二季呢 印证一半啊 那这个地方呢 多少老师又做空了 就跟这里一样嘛 那我说你要出手 你要出手啊 出手才赚得到钱嘛 你像当初这个 9月APP 这都是月底嘛 那月底没出手 他涨停涨停 往上走啦 这何康生啊 这四季对啊 他昨天是不是涨停 是不是在这里 小兵力大功嘛 都是比较怎么样 中小型的 法人手筹码的股票 那哪些股票是法人手筹码 这个就是重点啊 我很了解法人嘛 所以为什么三月 四月大盘拉回 我一路看多 因为法人做多嘛 法人只是在调节持股 大涨的他有卖 再找一些股票 弘低买 那三月四月底 跟现在 我就跟着法人一样嘛 弘低买 那你跟他成本一样 你是不是轻松做教 这实质的获利啊 确确实实获利嘛 全国会员都在看啊 不是在画素解盘啊 多少老师画素解盘 天天涨停板 我今天没有啊 那我昨天讲的股票呢 我们等一下来跟大家做说明 第一个大盘 二月份雷虎是往上 从这里 我们赚了91%啊 可是大盘 这个地方到这里 几乎没有涨嘛 所以是悠悠阴症了 重点在寻谷嘛 大盘辽灾 那这个地方是什么股票在跌 大型股嘛 台积电往下破底啦 大型股在落嘛 中小型股所码的 它会往上飙嘛 那除了雷虎以外三月 三月是不是宝瑞 最佳买点嘛 震荡的时候啊 像这双红散热的 现在多少人在这里买 这里不买嘛 AI世新也是一样啊 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些可以布局的股票 跟着法人操作嘛 那现阶段呢 大盘在这里 中小型的索马股啊 就是这几天 该涨的股票 它是会一路往上走 我们一档一档操作啊 包括这里 9亿APP 往上涨停 涨停 再开高 我们今天买一半嘛 何康生是一路往上走 昨天涨停啊 今天整理啊 那上个月底这里是很好的布局买点 一档一档做嘛 确确实实获利啊 不是花束解盘 那我们昨天谈到呢 昨天标题写的股票 我们等一下跟大家做说明 一档一档操作 像今天星星往上走啦 那未来会不会持续涨 我们下一段说明 休息一下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信 拥有三十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拖短操作 素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 知识在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成东斗铺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成东斗铺 拥有股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现场 那第二段一开始 一样跟大家谈一下台子 那昨天 这昨天 5月4号 昨天我们跟大家谈 前天我说这个地方缺口会有支撑 所以昨天开低 我们又坐一趟 那昨天收盘在这里 那我说这个地方 平盘下 这里会有支撑 它是往上的 这个地方 我写多少 15700 这没办法改 这是昨天的事情 那今天呢 对照一下 这今天 这昨天这里 那平盘一下这里是不是支撑 那今天开高 这高点是多少 15700 对不对 我们这里稍微拉近 是不是15700 那今天高点这里是15700 那今天高点这里是15700 这高低点完全掌握住了 我说我这个礼拜 不要讲流畅 我当冲的每一趟全部都赚钱 每一趟全部都赚钱 那你要掌握它的转折嘛 你本老是看对不敢做 看错了一直做 我这个礼拜当中 全部都赚钱嘛 那下礼拜怎么看 这里一个缺口往上走对不对 这里一个支撑往上走 那接下来下礼拜呢 这个地方会有支撑 还是偏多 那往上这个地方 15700到15750 这里会有压力 那到这个地方以后 你就要小心哦 因为这里开始压力 会比较沉重了 所以往上不能追了 那我说这个月 它本来就是怎么样 一个盘整 那基本上呢 往下跌你去买 到相对高档 几掌你卖 相对高档就不能再追了哦 注意哦 接下来这里会调整 那当冲呢 这个礼拜 我们操作全部赚钱 那我一直跟大家谈什么 我说台子呢 50%的成交要是法人 赏户的对手就是法人 你要怎么赚钱 你如果看不懂 法人的数据 不了解法人在做什么 你不可能赚到钱啊 你只会看独售故事嘛 那不只台子啊 股票也一样嘛 你要懂法人嘛 不然我这个礼拜当中 怎么全赚 全国会员都在看好 那我们把重心呢 再回到大盘 那大盘这个地方呢 昨天核糖涨停 对不对 保累涨停 今天这两党平盘整理 这告诉你一件事情嘛 不能看到涨停去追啊 你根基要打稳嘛 所以你要低档布局 往上你就坐轎嘛 那昨天跟大家谈到美食欣欣 欣欣欣又涨了 今天去四块 我昨天怎么谈 大家可以去网络看重播 我说如果你是一个 相当保守的人 有哪一些股票 比较不容易跌 有机会往上走 而且是基欧股 热门股 我说欣欣就是嘛 昨天是在这一个地方 事实上呢 在上个月底这里 我们就谈过 这是一个大的底部区嘛 底部一路垫高 对不对 那刚好四月底 这个地方又来了 什么事情又来了 只要大家恐慌呢 起盘就成功了 四月底呢 是一大堆老师又做空了 或者空手不敢买了 那现在呢 又开始大赚啊 我一直强调 你要出手 出手才是操盘 才是赚钱嘛 确确实实获利 不是解盘啊 那这个地方 为什么又来了 大家恐慌的时候 洗盘又成功了嘛 洗盘成功又开始往上走啦 就跟这里一样嘛 大家恐慌的时候 洗盘又成功嘛 那接下来呢 那接下来呢 他接下来往上走了 那会不会继续涨 我说这个地方 看法人的态度 到目前来讲呢 你如果在这里买 基本上呢 你成本跟法人一样嘛 那往上走 你第一买的话呢 你今天稳稳荡荡的嘛 但是你往上追价呢 你只要小心 就跟美食一样嘛 生技小兵啊 索马 同样的啊 四月底 最后洗盘嘛 所以为什么四月底 一直跟大家谈 你要出手 我标题一直讲 你要出手 那哪些股票 现在我也讲得很清楚啊 事实上这些呢 这标题 这四月二十四号 四月底 重挫啊 半康 有没有确确实实获利 不要讲昨天 不要讲前天 四月底这里 往上 是确确实实获利 那你如果在这里 你跟法人的成本一样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 有什么好担心的 那昨天标题写的股票呢 为最终啊 信心对不对 那每次今天尾盘谁在买 八百多张 昨天涨停保累谁在买 涨停以后就整理嘛 那昨天何康生谁在买 他今天就洗盘啊 那包括什么 包括利丰 这四月底啊 我们昨天要加码买进 他今天又涨了 又立即赚嘛 备抠 中小型索马股 对不对 整理末端 他会不会创新高 会不会创新高 股本七亿嘛 那我认为会 但是呢 不是叫你追 而是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股票 一档一档去布局 跟着我操作 我们休息一下 股东乾坤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信 拥有三十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波短操作 素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 这个专线 零二2752 5868 2752 5868 陈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免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陈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尘头托付 值得托付 零二2752 5868 2752 5868 欢迎回到现场 那大盘在这个地方 我说你大盘要了解 我再讲一遍 第二季 它本来就是整理 那整理盘 不要去看季线月线 一经历就是震荡 那你要看的是什么 哪些股票是整理末端的 哪些股票是法人在低档布局的 你逢低迷你就坐轎嘛 很简单的事情啊 那最近为什么我做小兵立大公 大盘整理嘛 你看最近大盘去一点而已 很多股票都大涨了 因为中小型股不占指数啊 法人这样想 我也这样想啊 因为我相当了解法人嘛 那目前他们在布局什么股票 你不能老是话术解盘啊 看图书故事 那我的标题呢 昨天或者之前都一样嘛 我们是真正的操盘啊 那五月份呢 会不会大涨 还是整理嘛 五月份的走势有可能像怎么样 有可能像二月啊 就是这样整理嘛 那二月雷虎在这里就可以涨91%啊 涨上去 大家都涨军工 我说的是军工股最大赢家啊 包括全训 都涨一段啊 最重要是抓住转折点嘛 大半疗灾 像这里往下跌 是谁告诉你转折进了 这四月二五嘛 这四月二六 是谁告诉你要跟上 这四月二七 一大队看空的 这四月二八 这个涨上来了 开始偏多的人很多啦 结果尾车力开始翻多了嘛 那我只问你一点啊 你底下这个康 这里追高你赚钱吗 那你这里看空 或者你空手没有买 那往上涨 你又大赚了 你怎么赚啊 你没有出手怎么赚 全市场唯一在这一天 告诉你底部进了 因为我相当了解法人 包括昨天跟大家谈的新鑫 那新鑫也往上走啦 美食也上去了 对不对 保瑞涨停的时候不能追啊 何康生涨停这个做教嘛 利丰昨天加码 他今天要往上走啦 包括之前的91APP 往上涨呢 涨停 涨停对不对 两支涨停 开高 先解码一半嘛 何康生也是一样啊 那91APP这样子 是法人在抬轿 你做教嘛 涨停涨停减码嘛 那还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 可以低档去布局的 我说一档一档操作 那重点是小兵立大功 法人在布局什么股票 那我说呢 这个机会相当难得啊 跟着我一起操作 那现阶段呢 不管是股价期 双赢对不对 或者个股 你要超前部署啊 机会要自己把握 谢谢大家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 不保证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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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帮忙 好